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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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人呢 他出来在东京演说的时候 说要保卫台湾这个话就表明日本的政客 关于这件事情也说得登峰造极了 麻省说大陆弱犯台 大陆弱犯台用的是任用词啊 内阁将认定属于安全保证相关法制所定义的存亡危机事态 将可能行使有限集体自卫权 每日必须共同保卫台湾 麻省太郎的嘴歪 有人呢 牙齿一侧牙齿有毛病 然后他不修 牙齿要经常修的 口腔门枕上经常要去的 他不修 结果呢 这边牙掉了 要搅东西 老用这边搅 结果怎么着 我今天早上起来有点牙疼 我就注意这个问题 这一磨损呢 非均衡磨损就会导致嘴歪 麻省太郎嘴歪 它不是非均衡这个咀嚼所导致的 麻省太郎嘴歪是因为心歪 这老小子 我告诉你 这老鬼子不是好鬼子 不是好鬼子 鬼子是没有好的 但是麻省太郎公开扬言说 美国日本联手保卫台湾 这件事是太过分了 各位 现在有个说法 什么说法 说日本又一发言呢 不代表政府立场 说这些人的发言不代表政府立场 我怎么想不明白这事 你的防长 副防长说话 不代表政府啊 你不是政府的副防长吗 你的副首相不是政府的副首相吗 不是 不是现在的监制人的助手吗 怎么能不代表政府呢 那我问你 日本什么人代表政府 他们不代表政府 谁代表政府 麻省的发言 和这个防卫副大臣 叫中山太秀啊 这个年轻的日本政客 他其实说的差不多 都是要保护台湾 保卫台湾和美国 共同保卫台湾 在内阁啊 官方长官加腾圣信和防卫大臣安信夫 两个人看来说 这他们的发言不代表日本政府啊 日本政府没有这个意思啊 麻省啊 再从集体自卫权的角 行使的角度 这个认为大陆犯台机构成什么什么要件 这事不代表政府 是他自己的意思 这事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 我倾向认为 这是日本政府耍的两手 就隔壁八乱的差 一个红脸 一个白脸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那孩子不好教育的夫妻俩都玩这个 那现在对于地缘政治这么复杂 那么一个心里恨恨的 但是又没有办法的这么大一个中国 他黑白两手啊 黑白脸是不很正常吗 所以这把戏啊 对于有孙子兵法 看三国演义 有五千个文明的中国人来说 我们一搭眼就知道 你就知道你 哈哈哈哈 监狱伟呢 其实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只不过是说的 没有麻省太郎说的 那么露骨罢了 监狱伟在见这个美军印太司令官 谈及这个台海问题的时候 不过也是大奖 反对中国改变现状 哈哈哈哈 也讲了一通 类似的话 只不过他们各自有分工 现在诈骗犯 你知道吗 电信诈骗哪 线上走到线下 都是要分工的 一个人分眼几个角色 那是比较本事的 还有呢几个人演一个 演不同的角色 最后把一个人装进去 所以把兜里的钱掏出去 就让人骗走了 多半都是呢 适应了 不适应 人家的这种 这种 这种小品化的 这种诈骗 所以像日本政界的 这种的小品化的 飞眼不同角色的把戏 对中国人来说 你少来了 哈哈 对不对 我们看清了 麻生这话虽然不是在 那个会议中的发言 也不是内阁决议 但是呢 他和中山的保护台湾的 类似啊 那你 你你你你你你 这个说法怎么可能的 政府推推这个 政府就 与你没有关系呢 麻生当过首相的 对吧 麻生在安倍的时候 受重用吗 菅义伟两任首相的助手 副首相 对吧 还兼财务大臣 在自民党内部啊 麻生这个人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 他大嘴巴胡说八道 这个人根基非常深啊 这个人在日润的政界里边 他都已经82了 老小子还能晃来晃去不下去呢 他在内阁当中的影响力 日本人告诉我 说呀 他一点不亚于监制人 监制人首相 他副首相影响力 不亚于监制人 而且最近他的动作 这个大嘴巴动作 可能一个直接的动机 就是他想竞选自民党总干事长 你想想82的 野心勃勃 日本和台湾的关系 一直就相当暧昧啊 菅义伟也曾经 把这个台湾称为 称为国家 知道吧 所以关于台湾这个事情 我们对日本 我们这么一个邻居 过去曾经加害于我们 杀了我们三千万人的这么一个邻居 我们绝不可以掉清晰 麻省泰兰发言人体 北京的外交抗议 那是理所当然的 民间 包括像司马南频道的 这样一些自谜 这些事情 反复去讲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极其错误 并且相当危险 严重违反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 损害中日关系 政治基础 你沿着这条路下去 那这些有些事情可能是不可收拾的 为了避免中日关系节外生枝 节外生枝 所以加藤圣信 他是例行公事的 出来解释 判断 他解释很有意思 这个日本人 我跟你说 他跟你解释事的时候 你比方说 你说这么一个事 他不这么跟你讲 他在底下巴拉巴拉巴拉 弄一大举乱七八糟的事跟你讲 怎么讲呢 他叫做事务派 或者叫细节派 今天提日本 这个清华战争辩护的 为七七事变辩护的 为南京大头上辩护的 这帮所谓知日派 例如上海那个著名大学的教授 也是都是技术派 知日派 然后在细节上 骗来骗去 骗来骗去 跟你叨咕叨咕 你听着很烦呀 你有话直说 他不能直说 直说太露骨了 所以他玩这个技术派 比方说 这加藤圣信 他替这个麻生做辩解 他说 按照判断事态 是否村王危急事态 需要 需要个别的事态的 性质的 性质而定 综合的各种的 各种的资讯的 可观的 合理的判断 难以 难以一概而论 你说什么呢 意思就是 在一个细节的问题上 给麻生辩护 然后把这个细节 无限放大 然后呢 在里边滴里嘟嘟 跟你说一大串 少来了 简单说 他们认为 麻生这个大嘴巴 麻生说保卫台湾 是个性问题 是他这个自己思想偏右 他自己的快人快语 他老糊涂了 说他以吸集体自卫权的名义 兴师保卫台湾 这件事是他个人的问题 怎么是他个人的问题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 中国有个老词 叫上纲上线 拉到这个高度来认识 这个高度是什么 什么高度 这个高度 就是日本和平宪法的高度 日本和平宪法 是美金帮你订的 我出生前两年 1954年 就有了这个东西 你现在你保卫所谓台湾 你叫违宪 而且直接挑战 你日本在外交上 不承认台湾 是一个国家的立场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这是要 这是要掀桌子 对不对 中日关系的根本的政治基础 你要推翻 日本 新政府如何动用集体自卫权 这里边 他按照日本人 观察日本政客的说法 三校经验 开宗明义 对吧 武力攻击事态 必须是针对日本的 或与日本的 有密切关系的他国 前提是他国 对吧 台湾是国吗 对吧 第二 日本要保卫台湾 你得先确定 台湾是基于国际法所认定的国家 国际法认定台湾是个国了吗 没有啊 所以既然如此 那你日本的兴师动众 你要动兵 自卫队要出去 啊 与法无据啊 这样法治吗 是不是 你与法无据 你动什么兵啊 拿什么动兵啊 日本宪法第九条讲的更明白 日本宪法是个什么东西 日本宪法就是铁链子 哗啦啦 铁链子 干嘛呢 拴住当年那些老鬼子 美国人手里 滴了这个链子 这个链子啊 一直是拴着的 而且拴得紧紧的 而且这个链子呢 是一层 不是一圈啊 是N多圈 缠到脖子上 对吧 这件事 比方说 就是一层一层的 还有一条限制呢 就是不到其他的 陵路图和连海上 支援其他的国家 武力啊 所谓武力行使啊 必须是被动的 必须是你遭到武力攻击之后 一种还击手段 就是说你主动打别人 或者你到别的地方去打别人 都不行 你被打了之后 作为还击手段 才可以攻击 所以你的军队不叫军队 你叫自卫队 自卫队什么意思 自卫 就是人打了你之后 你再还击 这个日本和平宪法规定的 我们现在要感谢麦卡瑟 麦卡瑟因为朝鲜战争 我们对这个交横的 美国这个军官 没有好印象 但是呢 你要想想 日本的一个铁链子 锁得这么紧 而且和平宪法里面 讲了那么具体 麦卡瑟功不可梦 如果日本要参与 要保卫所谓台湾 好家伙 第一的美国人 解链子 美国解链子 美国人就没想法吗 他如果咬美国怎么办呢 所以在层层限制之下 日本人没有办法 在这个行使自卫权的这件事情上 那说拉队伍出去 拉队伍出去 你拉不出去 况且日本在军备上也存在客观限制 我刚才说了日本老兵 日本兵平均年龄36岁 大家知道吗 这事我们很多人都不讲 日本自卫队 他这个老兵平均年龄36岁 你想想 这支队伍你拉得出去吗 而且日本兵你知道多少 一共才25万多人 25万5000人 20多万 25万 那你现在你要把这支队伍拉出去 更重要的是战后日本不存在国家动员法呀 即使是自卫队装备 先进人员训练精良 你难以凭借你这点 就这几头兵 几头算 你过去跟中国硬碰硬 跟中国硬碰硬 这是你自己美化自己 什么叫硬碰硬啊 软碰硬好不好 你跟中国打 你到底是软还是硬啊 当年日本交往都不得了 把三个月灭亡中国 结果怎么着 八年被打出去了 日本不服 那还有啥不服啊 不服再来一下 世界上唯一的一个 被两颗原子弹 招呼过的国家就是日本 那日本现在在保卫台湾这件事情上 老大放厥词 是不是忘了一个 忘了历史教训呢 是吧 这件事也不能光怨日本 这台湾我跟你说 有些政客实在是讨厌 台独分子 比方说台独分子 我突然想了一个比喻 我觉得他们有点像那个 像那个绿豆营 绿营吧 绿豆营 到处去找 找有利于自己的证据 比方说 他发现一个兴奋点 哇 一招呼 一帮绿豆营全都飞过来 围着这地方开始 翩翩起舞吧 最近 就上个月吧 上个月 6月3号日本日本外交大臣贸木敏充在国会答辩当中表示说 7月以后台湾国内的疫苗的生产机制就会完美 台湾的绿营媒体 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开心 哈哈哈哈 怎么开心 因为这个冒敏充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台湾国内 好家伙 台湾国内 这台湾利用媒体就高兴了 说台湾国内 哎呀 这是极不寻常的表态 是日本对台湾立场的重要的转折点 那就开始 在这个地方又开始折腾 台湾媒体啊 有本事从全世界所有人的发言当中去寻找呢 有自己独立的意向的内容 然后拿过来自嗨 哈哈 拿过来自嗨 这基本上就是自己给自己 给自己打气啊 美国政府关于中日台的这个事情啊 有个明确的信号啊 过去呢 日本是检验慎行的 坚持人呢 对于涉台敏感的问题 现在突然间变得直白 力挺台湾对抗大陆 完全不顾这个 不顾这个中日关系的恶化 在这个时候呢 还是所谓的这个亚洲沙皇 日这个美国亚太事务协调官啊 坎贝尔出来之后 吼了一嗓子 说拉脑吧 别叫了 日本人最近再稍稍笑听一点 麻烦泰郎 护台说反应日本的是什么 是紧张升高啊 紧张升高啊 但是日本的这个 这个这个 现在这个反应被美国打了一板子 美国现在也 日本也不敢 不敢乱叫了 因为 因为在美国对日本承诺安全互助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大家记住 美国说我保护你 现在呢 在台湾的问题上 我对中共有意见 然后日本就开始疯狂的朝着我们乱叫 叫差不多 美国人说 闭嘴 OK 他就退回来 大概就这么一个画面 那美国说 我保卫你的时候 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日本人呢 他知道 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 是绝不敢掉以轻心的 那就是同时 意志 日本军力 及其自主采取 军事行动 不给日本人这个自由 说一切要听我的 我叫你进 就进 握手 就握手 起立 就起立 转圈 就转圈 你不能随便来 我不让你动 你转什么圈啊 你想啊 好不容易把魔鬼撞到瓶子里边 这个潘多拉绝不能打开 你没有独立的外交主权 你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在军事上更没有随便行动的自由 你要造一条件 你图纸的跑 抱到美国 抱背 背回来之后 你才能照这个图纸来行使 来来来建造 日本如果不认识这一条的话 日本得罪的不是中国 而首先得罪的是美国 1954年成军的自卫队 在美日同盟的下边 那你是个什么队 你第一是自卫 别人打了你 你才能还手 你自己不能乱到处弄啊 这是这是基本前提 还有呢 你是美国的军事补充 日本呢 在防卫的问题上 一切要听美国的 所以呢 如果主人不同意 你自己 主人的脸色不好看 你跟着叫两嗓子 好 懂事 但是主人一瞪你 就必须马上得 马上就得停下来 所以美国人可以刺牙说 你信不信 我敢把他放出来 我敢把他放出来 这家我可厉害 这家我从前曾经杀过你们 三千万人知道不知道 我敢把他放出来 美国人可以这么说 威胁中国 但是 美国人这么说 不等于说 你要自己跑出来 然后干事 那两个问题 我想我把这件事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这个印太事务官 协调官叫坎贝尔直言 说美国 美国对台湾 美国呢 这个挺台湾 但是呢 不支持台独 绝不支持台独 这是关于美 日 台 这三方 他们大概可以看作是有共同点的 但是关于这件事情 他们表达了一个明确的意思 还有最后就跟各位说 日本民意 日本的老百姓 我跟你说 对这事还是有很清晰的认识 日本老百姓对这事 老百姓简单说 就是老百姓不想打仗 半数以上的老百姓 对于你保卫说台湾这种事 就认为这扯 怎么可以这样 和平主义 在日本老百姓当中 依然有非常 非常深的基础 就要喝 叫宪法第九条 是民意啊 是宪法第九条的坚强后盾 现在 现在就是2021年 宪法今年日进行的民调 日本赞同宪法第九条者 知道吧 还是70%多 只有20%几的人说 可以修改呀 可以修改 可以修改 那和 直接拉着自卫队就上去 跟中国人开始打一架 那完全两回事 现在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那较至以前多很多了 那是日本政客操纵的结果 也是中国一些知识分子 天天恶心中国 拿着日本人的钱 写些日本人满意的东西 这种中国的公知 在里边呢 调火 然后公火的结果 但是日本老百姓当中 日本国民当中 绝大多数人 对于直接拉着队伍 跟中国人打一架 还是没有这种精神准备的 所以说和平呢 还是大多数人的愿望 像麻省82了 这个年纪 你老小子不想活了 然后你拉着整个日本 跟着你陪葬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这种可能性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